为什么日本一半以上的出租车司机都是老年人 为什么同样是发达国家 日韩内卷加班累成狗 欧美逍遥度假乐游游 为什么说这个世界是被精心设计过的 这条视频将会为你揭开这些问题背后 关于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 以及未来咱们每个人的退休与养老 视频有些敏感 很可能会消失不见 建议下载保存 说咱们自己之前一定要先谈谈日本 如果去日本旅游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随便叫一辆出租车 里面的司机很可能是一头银发 夫妻档的餐馆小卖部 老板很可能是六七十岁 在中国这个年纪的人 应该去公园下象棋跳广场舞 怎么日本人他就这么爱工作呢 其实不是日本人爱工作 而是他们拿不到足够的养老金 不得不工作 2018年的数据 平均每五个日本人就有一个七十岁以上 65岁以上的有3557万人 假设每个人每月付相当于 六千块人民币的十万日元养老金 一年就要53万亿日元 去年日本的GDP是539万亿日元 也就是日本一年创造的财富 十分之一要用来发养老金 负担之重 可想而止 于是日本就颁布了 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 把退休年龄上升到了七十岁 还鼓励国民终身工作 说到这里一定有人就问了 日本明明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发达国家 经济总量超过了西欧德法一大截 为什么欧洲人早早退休 尽享生活 而日本人退而不休 工作到死 这背后的真相 就是这个世界的残酷当机 众所周知 日本经济在二战之后 是美国一手扶持的 可以说欧美需要啥 它就生产啥 自己赚了不少钱 但是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 早就已经暗中标好了价格 在战后 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分工当中 美国在上游 欧洲中上游 日本中下游 上游吃肉 下游喝汤 当时日本企业向美国借款 买纺织设备和棉花 再向美国出口 靠低价 日本五年时间就包揽了 美国60%的棉纺织品 在纽约的大街上 随处可见日本产的 一美元的衬衫 几美元的西装 靠着一块钱一块钱的赚 日本积累了制造业 崛起升级的资本 1970年代 汽车和电汽成了 日本出口美国的大件 日本车卖的比美国车便宜得多 美国汽车产业被严重的冲击 于是美国要求限制日本出口 日本也很识相 1981年 干脆就自己给自己设了个限制 每年只出口到美国 168万辆汽车 产品限制出口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赚不到足够的钱 日本本来就人少 国内市场就那么大 为了发展外贸 降低成本 提高竞争力 只能压制消费和民众的收入 当外贸被限制 产业被控制的时候 日本的产业升级之路 也就被摁死了 奢侈品 互联网 科技金融 这些效率高 利润高的行业 你记忆当中有什么日本企业吗 没 而这些行业 今天欧美已经实现了垄断 不是日本不想干 而是根本不给日本干 同样是发达国家 同样是工作八个小时 日本人比欧美人赚钱少得多 日本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只有美国的65%到70% 在美国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里 日本人干的 那都是高级的脏火累活 这就是日本只能退而不休 工作到死的真相 说到这里 你应该明白了 欧美为什么躺着过好日子 因为他们设计的世界经济体系 层级就是英美第一等 欧洲第二等 东亚第三等 剩下所有的国家地区 都是第四等 要维持这个体系 他们一手用技术垄断和金融镰刀 另外一只手就是导弹和航母 有人说 哎呀 看日本过去的情况 怎么这么眼熟呢 我们会不会也和日本一样 退而不休呢 的确啊 过去我们是摸着日本过的河 但不同的是 没有人能爱死我 我们的产业终将升级 我们是发达国家粉碎机 造隧道的顿购机 开山挖洞修地铁都离不开它 以前挖一条隧道 需要两千人挖两三年 但是顿购机只需要五个月 就是这么个东西 当时咱们问德国呢 人家开价七个亿 坏了还得从德国高价请人来修 后来咱们一看 这玩意儿有啥难的 自主研究 现在国产顿购机只要两千五百万 德国人躺着赚钱的顿购机 价格瞬间就被我们打了下 除了自用 大量出口到国外 让更多的国家可以用上更便宜的顿购机 让一些落后国家也能够造地铁通高铁 如今咱们的顿购机已经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 还有港口装卸货物的港机 超级计算机 液晶屏 高铁等等 都是咱们用技术和产业升级 打破了欧美国家的技术垄断 是的 我们动了他们的蛋糕 让他们躺着赚钱的好日子渐行渐远 所以你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舒服了吗 但是我们的邻居 他们只能在被安排的位置上干着高级的苦活累活 他们没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 没有挑战的实力 更没有挑战的勇气 他们只能默默接受 的确 我们曾被压榨 但不会永远被压榨 更不会进入无退休社会 我们会继续发达国家粉碎机 把欧美那些高利润的行业 给它打下来 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自信 我是松南 关注我 为发达国家粉碎机 点赞 请不吝点赞